赵氏逃逸 多数人的认知应该是 你撞到人 撞到车 落跑 我们要告诉大家 就算你是自己摔车 去撞到路边的设施 路灯 看板 只要东西坏了 你直接走掉 也算是赵氏哦 上个礼拜五 有骑士他就在台北岭江夜市旁边自摔 把夜市20万的LED看板撞坏了 现在被求偿之外 也因为算赵氏逃逸 所以还要再付罚还3000 甚至被调扣驾照 从内线车道一路往右偏 骑士最后撞上路边 速度之快 换个角度更清楚 连人带车喷飞 男子滚了好几圈 夜市LED看板也被撞坏 骑士却置之不理 只关心爱车 机车因为摩擦出现大量火花 之后骑士拿起手机 但不是报警 而是呼叫朋友帮忙 大群人开车到场 围成一圈讨论 但丝毫不管受波及物品 可力将摩托车骑到别处之后 随即鸟寿散 那一根柱子上面有我们的跑马灯 还有我们的探照灯 还有我们的监视器 那因为毁损了之后 我们要想办法要把那一根再直回去 事发在24号凌晨两点多 台北临江夜市 这一撞警方马上白放三角锥 不只摩托车笼头毁损 就连提醒驾驶 扫兴的LED也整组掉下来 但其实却当作没看见一样 拍拍屁股揍人 让管委会好无奈 这些都要重新再来装着 所以说我也不晓得 这个年轻人能不能赔偿 交通的报案这样子 然后现在就是当事人 到现在还没有出现 一起调阅道车号 将以书面通知车主道案说明 并举发招式逃逸的违规 驾驶除了面临民事赔偿外 还需负担1000至3000人的发缓 及调扣一支三个月的驾照 提醒民众就算只是撞到东西 没有撞到人 但肇事者当下如果没有报警 也算是肇事逃逸 现在骑士把马路当赛道 超速行驶还撒手不管 打电话也找不到人 让管委会直呼无法接受 华视新闻 专辈 台北报道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